由文化部主办的东台湾策展人系列讲座 9月开始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办理 分别邀请了花东地区具有各式艺文策展经验的代表系英文推手 分享创办活动过程的精彩故事与创意构想诞生的想法 25、26号连续两天在花创陆续登场 也欢迎民众入席聆听 由文化部主办起立创新执行的东台湾策展人系列讲座 9月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三场讲座 由东台湾具艺文策展经验的代表性推手 创谈筹办活动的故事和策展创意的发想 首场邀请儿路创作艺术工聊创办人东东侯温 分享儿路在肢体演出训练 传统歌谣与工艺的复兴 并以视觉艺术和影像记录等当代形式又是如何呈现 那等一下我可能会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为什么就是我们会开始这几年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跟我们之前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实验这样 所以我们的展览就其实那个场域性很重要 我们开始就在部落里面 就从台北回到部落 然后在部落里面做创作 那我的第一个环境剧场也是在部落里面做这个创作 那其实在此之前我都是一个人 然后跟很多团队合作 然后在部落做一些事情 因为这五年来吧 就是整个花莲有非常多的艺术策展活动 那我们都非常好奇说 整个东台湾在艺术带动 在地经济或者是文化发展的过程里面 是有哪一些人他们是在其中操作呢 所以我们就想为大家一起解开这个谜题 然后我们就想到说 有一个从同门的一个在地的原住民青年 叫东东侯温 他在做俄陆的创作艺术公僚 然后从部落出发 然后还有一位是来自台东都兰的月光小站的李韵遥师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花点市区 有一个叫好地下的艺术空间 田明章老师 他本身也是东华大学艺舍系的教授 那这三位策展人 其实都用他们自己不同的身份跟角色 在整个东台湾做出了一系列 让具有赔力 然后也具有格局跟观点的艺术策展 所以这系列的策展讲座 都会在9月份的礼拜六的时间 在花创的园区的第19栋举行 然后非常欢迎就是花点的朋友 对于艺术对于创作对于策展有兴趣的朋友 不要错过这个珍贵而且难得的机会 东台湾策展人系列讲座 希望让更多相亲或有意从事艺文推广民众 认识这些幕后推手策展人 25日将邀请驻成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灵魂人物 女妖在说话艺朗执行长吕应怡 26日则邀请好地下艺术空间艺术总监填名章 将以我为什么要策展为起点 谈策展对于个人理念推展的意义 有兴趣报名入席的民众 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花联文化中意产业园区或乐见 记得蒋邦雁华联士报导